要用多少牛 每天的话大概要用个2万斤吧 2万斤得多少头牛啊 都是前腿部分嘛 大概就是300头左右 一天300头牛 你这牛是不是缺的有点大啊 吹牛 吹什么牛 你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牛 可以看一下 公安牛三线 是我们公安当地的传统美食 已经有1800年的一个历史了 所谈的食材 都是新鲜的牛肉牛肚牛蹄筋 做我们公安的牛三线 就得用咱们江汉平原的水牛 和长江水长大的品质就是好 其他地方水牛我们不要 一头牛啊咱们也不多用 就用个70斤 牛蹄筋出来了 太像样了 我们这道牛蹄筋 每天打得用1万斤 这是我们超过水的牛肚啊 每天至少要用1万斤 像咱这个厂的规模 在公安算不算比较大的 别说在公安了 在湖北啊 咱们都算得上这个 我们公安的牛三线啊 曾经也是一道运用菜啊 据传啊 是当年刘皇叔打天下的时候 路过我们公安 创作了这道牛三线 这道菜啊 是徐云打仗 必备的一道菜 如今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发展啊 我们人普通老百姓 也可以吃到这道玉菜了 这是我们全自动炒锅 一锅要炒200斤肉 50斤牛肚 50斤牛蹄筋 一锅大概要炒3头牛左右 像咱们这样全自动炒锅 还有十几台 那这个锅炒的 有没有手工炒的好吃 那当然比手工炒的要好吃了 为什么啊 因为这锅大呀 大就好吃啊 要炒多长时间 一锅要炒2个小时 那咱们一天再炒多少牛三线呢 大概要炒3万多袋 6万多斤 我们牛三线非常注重品质啊 在包装之前 要将香料跟辣椒都给剪出来 这是我们牛三线称重的地方 每一份牛三线 都是经过人工严格称重的 绝对不会缺金少两 这个用的都是食品级的塑料袋啊 牛三线出来 都要在冰水里面洗个澡 让它快速的冷却降温 看一下 到公安来啊 闭嘴的就是咱们公安的牛三线啊 这是一包的量 一包的话是1200克啊 这里面光这个肉量啊 能够达到接近一斤左右 这一包吃上三四个人 一点目的都没有 下点什么喜欢的配菜 绝了 这是公安牛三线的牛肉啊 牛肉都给的非常大片啊 看 一口下去超满足 哇 这个牛肉非常的有嚼劲啊 果然是江汉平原的水牛肉啊 就吃起来嚼起来就是香 喜欢吃牛肉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公安的牛三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